我们今天回到比佛里这边看一套经过四年的改造 重新回到市场上市的报价1400万美金 它的风格呢也不是说现代也不是说是这种美式 它是种融合式的风格 我们可以说是可能偏文艺风的这种中世纪的风格吧 进来之后你看是会这么一个尖顶式的这么一个玄关的位置 给它们换鞋呀是什么的走进去之后呢这边是它的会客厅 会客厅的整个我觉得尺寸是足够的宽度是足够的 就是整个层高呢如果能做更高一点就更好 但因为它是旧房做的翻新改造嘛 所以呢它的这个层高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但是我喜欢它这种玻璃窗户对了整个后院这种感受 这窗户比纯粹的纯现代这种敞开式的白的大的玻璃衣们 我觉得有不一样的一个味道 我们往这边左边先看看吧 它最棒的其实是在于它有侧面的有山井 这边呢会是它的家庭厅 你看正餐厅的这边 然后是它的厨房 厨房呢也是现在像是说偏浅色的所有这些材料的使用 Wolf的这些厨具 这都比较标准的翻新的这些产品了 我它这个水龙头的五金箭好酷 外面是会有BBQ台的那个位置 这边是早餐厅 这边也是它的嵌入室的这个冰箱 这边是它的车库 你看老爷车 地面也是种浅色的木板这个就比较标准的 现在这个翻新的几些颜色的选择都没有太多的意外的东西 它这个扶手比较比较特殊 应该是金色配黑色的金属材质 和配浅色的木地板 一楼呢应该是这边会有一个卧室 这边已经可以看到有一些山景了 我都要绕我去给大家看一下 穿过楼梯下面 这边布置了一个书房 这个书房布置的 你看这种灯一般都是这种相对偏欧式的选择 然后色调也是比较重的 所以它就是这个房子讲究一个融合 你看这边还会有一个 这边其实它相对说最漂亮的部分了 这边会有一个大的其实可以作为餐厅的这么一个餐桌 然后呢是一个半户外的这么一个空间 配上这里的壁炉 这是它最棒的一个山景的这个位置了 你看它的山景的这个位置 室内这边呢还会有一个家庭厅的位置在这里 这个灯好尺寸好大 它总共多少个灯泡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 六组三四八 二十一个灯泡组成了这个吊灯 配上这个整个是一个尖顶 形成一个好像一个钻石的形状下来 这个房子还是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味道的 这关系是它的整个电视墙和书架 穿过这边呢会是有一个泳池 我看泳池它应该是保留了应该四年前改造的时候 泳池原本的这个形状啊 至于它的规格 因为这个很典型的就是用八九十年代 喜欢做这种圆弧形的不规则的形状 这种池配上这种假山流水 上面的还会有一个座椅的那里 在这上面它会有一个温泉池 你看这个温泉池 在这里泡泡温泉然后欣赏山景 感觉还是很好的 是它房屋的主体 其它房屋从这边看也很好看的 泳池配上它那个尖顶式的就是家庭厅那个位置 我们走回到它的房屋主体里面去看一看 从这边小道可以通过那边是它的烧 户外的烧烤区对应的是屋内的厨房的位置 我们走回到它的家庭厅 然后通过它的楼梯去到二楼 你看它在楼梯下面还用这个空间做了一个小的 这么一个藏久的空间 我们通过楼梯去到二楼看看 上来以后这边会是一个 这是主卧的一部分了吗 看得有点像 这应该是主卧的浴室 独立的浴缸淋浴间 大的衣帽间和梳妆台 对这是主卧上来就是主卧的一部分 这个其实有点有点奇怪 还不如把这个 把这个墙封住 OK 这是主卧 主卧这个空间倒是很舒服 因为你看这外面还有一个大的乘坐的区域 可以看自己的后面的景色 出来是一个大的露台 你看这边还有一个露台 可以坐着烤火聊天的位置 然后旁边下面是它的泳池 这个这个空间应该是 它全家我觉得最舒服的位置了 它这路还是整个环绕的这个主卧间的 你看 主卧是比较舒服的 我觉得主卧是它整个 重新翻新比较成功的位置 这应该是男主人的洗手间和衣帽间 刚才那边是女主人的 但是你看这边又对应着它的楼梯下面 所以我觉得主卧被这个楼梯尬在中间 就有点难受 不如把楼梯想办法能够挪到 偏右侧那边去 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会 购买之前会有所迟疑吧 穿回到这边应该就是其他的一些小的卧室的空间 这个走廊也稍微太窄了 这是在洗衣房 是不是 放三等灯已经后面有采光窗倒是挺好的 OK 这边有一个房间 也是组独立的套房 这边应该是第二个房间 这个房间还比较舒服 空间也足够 哇 还配了浴缸 这个房间比较好 这边应该是配的第三个卧室的这里 对 所以格局还是比较清楚的吧 我觉得它的特点是它有景色 然后那价格1400万也不算过分 然后刚刚花4年时间重新是给你翻修好了 但我觉得问题是在于主卧那个位置 主卧它楼梯正好尬在主卧的那个浴室前后 所以有点分离开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不会喜欢主卧这样的一个感觉 你可以把你们的想法写到片段去 我们进行交流 好了 下期再见 Bye Bye 拜拜